首先呢 打開這是我們的介面 然後首先找這一張相片 這個地方 找這一張相片 然後在這個地方 這地方一定要鎖住 一定要鎖住 然後它會按照你圖片原本的比例 調節圖片大小 我們就調節一下圖片大小 點擊這裡確定 圖片圖片來了 直接點這裡集中 然後呢 偷選這一個 然後這裡 這裡是那個精度 你就按照你所需要的那精度 打就行了 一千左右 一千 八百到一千二左右 精度越高的話 它就是 精度越高的話 它就打得越細 但是就是時間就越長 然後勾選這裡 勾選這個 然後在這裡 所以這裡面呢 需要調節一下相片 有一些相片需要調節一下分辨度 就那個分辨率 就在這裡調節 這裡是 這個 規度值 還有那個 對比度 這兩個可以調節 根據你的相片去調節的 一定是這個數值 然後下面的話 勾選這兩個選項 然後這個數值呢 是它每一個點的 點的時間 就打點的時間 也就是打點的時長 也就是功率就會越強 顏色就會越深 然後這個呢 可以讓我們看我們 每個圖片 每個地方的那個 那個規度值 還有它相應 相對應的那個 相對應的那個功率 現在在這裡選擇 你看 這裡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有什麼用呢 這個是用來調節字編的 用來調節字編的 你看 用來調節字編 可以根據我們圖像的 每個顏色 底色跟那個 圖片顏色的那個功率 來相對來調節 它的最高功率 跟最低功率 一般的話我們都是 打得比較平 不然的話它 臉上的這個顏色的話 跟頭髮的顏色的話 相差太大 會導致 要麼就這裡打得不 皮膚打得不清晰 要麼就頭髮打得太深 然後這邊呢 這勾選這裡呢 可以去掉 我們所輸入這個 對應的這個規度值 後面的這些地方 低於這個規度值的話 它 低於這個規度 我們選擇的這個規度值 以下的 選項呢 它都是不打的 就好像我們自己選擇的1 它這些規度值 它這些規度值低於1的這些地方 它都是不打的 就忽略掉了 如果忽略就會忽略掉了 然後編輸好這邊之後呢 這邊我們取消掉默認項 這個是我們打標速度的 選擇我們打標速度 如果一翻的話呢 就看你實質情況 最高的話 最好不要超過3000 這裡不要超過3000 然後這裡是我們的功率值 就根據你圖片的顏色 深淺的話來選擇的 這裡頻率的話 我們打圖片 可以稍微調高一點 調到50 然後其他的選項的話 是不需要改變的 最主要就是這個 打標速度 可以調節 還有這個功率 頻率的話 基本上不用怎麼調節 固定就行了 就是最強的話 就是30 然後你要打圖 打圖片 不想要打得太深的話 就要選擇50 然後打開 編輯好之後 打開 黃光 這裡 可以讓我們看到我們圖片的 圖片的那個位置 指引圖片的打標位置 然後這個的話 點擊這邊的話 點擊這邊的話 就是開始打標了 編輯好內容之後呢 就打開這個黃光 然後 開始調焦距 需要通過搖置裡呢 需要通過調節這個手輪的高度 然後把這兩顆 把這兩顆 把這兩 兩個光點呢 調到重合 就像這裡一樣 把這光點呢 調到重合 然後往偏 稍微偏上一點 然後開始 按F1 調整我們這個打標 打標的位置 調整好打標位置的時候呢 可以按F2 或者是按腳踏 或者是按腳踏開關 或者是按F2 或者是屏幕上的 都可以 開始打標 在那邊 在那邊 和它們上 可以按摩 的話 就要不要 把它擁有 揶 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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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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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